2020年下半年 张女士两口子通过中介 在杭州南都德加公寓 租了房子有160多平方 她说合同到期后 丈夫跟房东陈女士 签了另一份合同 租期从2022年4月5号 到2024年4月4号 每个月租金还是9300 三个月付一次 押金也是9300 双方有个微信群 3月2号张女士提出 房租应该下调 房东陈女士回复 续签两年 租金是每月9500 这个金额比之前上涨了200 第二天张女士表示 不续租了 房东提出了地暖清洗 和家电维护等 七项清洁维护要求 还让张女士 缴清物业费 和水电等所有费用 并强调对任何损坏部分 或修或换 恢复原入住时的 完好程度 她会安排两次查房 一次是3月10号 另一次是4月5号 张女士说 他们一家是3月23号搬走的 3月29号 她在群里发了一些 房子清理后的照片 房东陈女士在国外生活 她通过岳阳电话 向记者讲述了她的看法 我家里当时装修的时候 配置是很高档的 是按照那个 我儿子的结婚用房标准 所以这个查房呢 相比来说 过程也是 就是时间要长一点 万一发生什么情况 如果是她的责任 她修 如果是我的责任 我来弄 就跟她约了 一开始她说好的 后来她就拒绝 她说不方便 只好等到她退房了 我再查验了 所以不存在 她退房之后 我再去刁难她 张女士介绍 房东请了一位亲戚 来帮忙收房 这位亲戚 跟她沟通的很顺畅 和房东陈女士的沟通 主要是在线上 因为双方讨论的内容 比较多 记者梳理了一下 4月6号 房东陈女士提出几个问题 一是 阳台上的防晒防雨窗帘 棕色双人沙发和红色单人沙发不见了 二是 墙面有多处霉斑和墙部破洞 另外还有小灯坏了15个 厨房台面开裂 张女士回复 沙发太老旧 已经换新 厨房台面裂缝纸会越来越大 所以贴上了胶带 这是中介提供的张女士一家入住前的照片 当时厨房台面上已经有好几条裂缝 跟陈女士在群里发的照片相比 厨房台面上这些裂缝变长了一些 陈女士后续发来的查房报告 又涉及地暖锅炉和卫生间墙壁等多个问题 5月10号 房东陈女士发来了费用清单 中央空调 地暖和油烟机的清洁维修 网购的清洁用品和维修师傅的人工费加起来 一共是6353.94元 阳台窗帘 沙发床和卫生间纱窗 这些损失物品一共要3920元 更换墙布和厨房台面这两项加起来是38,014元 记者算了算 所有费用加起来已经超过48,000 9300的租房押金全部扣完都不够 张女士在群里表示 对您说出的话表示震惊 房东陈女士回复 您有多震惊 我就有多伤心 洗手间出来的我们主卧 外面它有一些霉斑 因为还会有一些潮湿 毕竟它这套房子也是在二楼 其实厨房台面 我前面也说到了 它原来就是有一些裂缝的 这个大理石这些东西 它是会慢慢的 慢慢的裂开 对开裂 我补上了 这个墙纸 其实我当时就已经想好了 我们当时也在墙上有贴东西 贴了之后撕掉 它可能会有一些损耗 我可以赔付这样的一个费用 它要全屋换 胶带子这样去粘贴粘贴 它本来这种做法就是不行的 厨房台把搞得 就是使用不当造成的这种裂缝 而且已经是没法修补的 想请老师傅帮我修修了 人家专业公司 他说这个样子了 只能换 不能修了 强步为什么发面的屋质呢 主要是他们追了东西 然后空场呢 夏天总是用的 对不对 然后那个过滤网什么灰尘都堆满堆满 那肯定是潮湿的 堆东西的地方都会会有那个雾化的 房东陈女士在电话中表示 他从来没有要求张女士全额承担清单上的四万八 关于租房押金怎么处理 陈女士有自己的考虑 因为他一直吹着要退押金嘛 那我是总要硬房硬好之后 才能够退还给你啊 你也看到了我一无一失都没好了 您看这个押金到底我们该怎么处理 他马上就跳起来了 我跟你好好说太累了 我明天就去房管局告你 没有再跟我讨药 我就觉得他可能是找一个理由 不想退我这个押金 关于那份四万八千多的费用清单 记者咨询了律师 如果说合同没有约定 然后租客呢 只要是他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这些正常的损耗啊 这个本来就属于房东的 必须要承担的一个成本 不能说你租客不租了 我还叫你台面换个新的 强迫换个新的 这个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的 至于说家电 如果说是租客使用把你用坏了 那么租客有责任维修好 如果没有坏 那你要他再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保养啊 维护啊 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那等于在法律上站不住就是 解释了 你能吃了吗 还是放不住的